北京时间2024年2月27日,世界泳联正式公布了跳水世界杯的赛程安排。 这一世界级赛事的首战比赛,将于2月29日至3月3日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火爆开启。 我国跳水队在这场世界大赛中再次展现了强大的实力, 全红禅、陈玉希等跳水名将纷纷出战。 他们在世锦赛后的又一次重要征程, 也预示着我国跳水队在奥运年前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身体。 在奥运年到来之际,每一场比赛的胜利都将极大的提升队伍的信息。 蒙特利尔战比赛无疑是一场关键的较量, 我国跳水队已经整装待发,全力以赴迎接挑战。 在世锦赛后的这次比赛中, 我国跳水队再次派出了主力阵容, 展现出了坚定的信心和决心。 紧接着,赛事将转至德国柏林展开第二战的较量, 比赛时间为3月21日至24日。 柏林展的比赛将再次考验我国跳水队的实力, 也将进一步锻炼队伍的竞技状态。 而最后的总决赛则在中国西安举行, 比赛时间定在4月19日至21日。 这场比赛无疑将成为国内跳水迷们的盛宴。 全红禅作为我国跳水队的焦点人物, 她的每一次出场都能引发观众的关注。 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中, 全红禅将与陈玉希展开连续的PK, 两人的精彩对决将成为比赛的一大看点。 这样的对决, 无疑让人们对奥运会的到来更加期待, 也让人对我国跳水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充满信心。 总的来说, 这次跳水世界杯的赛程安排充满了悬念和激情, 我国跳水队的表现也让人期待。 无论是蒙特利尔站的激烈竞争, 还是柏林站的持续挑战, 或是西安站的主场作战, 都将成为我国跳水队向全世界展示实力的舞台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全红禅、 陈玉希等名将的表现, 为他们加油助威, 期待他们在跳水世界杯上取得优异的成绩。